那我们接下来呢 林玉芬候选人 欢迎你 两位正常候选人主持人 还有各位候选人 媒体记者 各位好朋友 大家晚安 晚安 我是林玉芬 原住民的名字叫比耀 那在瑞水乡 担任乡名代表八年两届 那在这两届的过程里面 这是我的提案 我的提案20届跟21届 我们总共是533届 21届是592届 玉芬的提案是 在20届是151届 是达我们代表费的28% 那20届呢 我一共是总提案是 提案量是592届 那我提案是201届 那我的提案量是 在我们代表会的34% 那在整个代表会 这几届以来 代表会所有的这个提案 从很早的第13届 369届 然后一直下来 到我前面的19届 是187届 一直到我的20届 突然飙升到533届 那是因为我提供了 100多件的案子 那这一届 我们一共到目前为止 19次临时会 还有一次临时会 没有召开 我们的提案量一共是590几件 那我的提案量是201件 所以是占了334 那为什么特别讲这一块 是因为 我们所有的工作 提案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重要的依据 有了提案你才会有建设 有建设才会有经费 所以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因为我的提案很多 工作也非常忙碌 在这部分 在我们乡里面的建设 是非常多 也非常 帮忙的 那未来当然也 我相信在建设的部分 在提案的部分 我也能够 监督我们的县政 然后提供更多的提案 然后把所有的经费 带回我们的南花莲 建设我们南花莲 那再来我有很大的感触 就是我们在原住民保留地 的这一块 我一直有很深的感受 就是说 我们的 所有权的取得 总是来不及我们老人家的凋零 想到这一点就非常伤心 所以我在这八年的任内 我非常努力的在 在代表之前 我也在做原住民保留地 这一块 那我年轻的时候 也曾经参加过 原住民保留 人民运动 就是还我土地的运动 那所以这一块 我深深的感觉到 我非常 我需要更多的努力 所以这八年 我熟悉这相关的法令 跟所有的程序 然后陪着我的乡亲 走过每一段路 甚至所有的协谈过程 很多的机会 我都在原住民保留地 的这一块 努力耕耘 那我们在相公所 这几年 可以有目共睹的是 我们原保留地的这一块 是每一年都得到积用 如果我们是一个 拜登之后 好 谢谢 不好意思 时间是残酷的 对对对对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